嗨 嗨 早 郑伟早 哈喽 听得到吗 有 有 有听到 好 那不好意思 迟到个两分钟刚刚在设定camera 那我们就随时都可以开始 好 不会 不会 好 那呃 呃 郑伟早 然后我是Couchbase沙发心理的通话的人Frank 也可以叫我法兰克 那我当然首先我想要先感谢就是郑伟对于这次防疫啊 还有数位转型方面的极大贡献 然后我也很感动就是可以在上周啊 或者在CNN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这么 然后感谢社创平台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可以 呃 询问这种一些问题 那我想我先做一个自我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待会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公司的影片 然后想做一个一分钟的影片可以大致的介绍 Hartspace 然后最后就再问这种问题 今天会有我代表发言 那其他的那个小伙伴也都是我们团队的呃成员 好 好谢谢 那个呃 对我叫Frank 三年前从加拿大回到台湾 那我的本科系是心理学系 然后复修经济系 就是莫名其妙读了一个行销 但是毕业后我就是一直从事行销的工作 那就是但是回到台湾之后就有发现到 诶其实心理学啊或者是心理健康在台湾并没有呃这么的被重视 或者是病视感没有这么的重 那不像在国外可能聊天的时候大家都会聊到一些 诶我上礼拜去看心理智商或者是说我那个心理商朋友或者是我忧郁症什么都很难 我去弹桌这些问题 那呃 所以就是回台湾工作久了 然后也离职了 然后现在希望呢回到初中 就是可以应用心理学这块 就是用我的行销的专业去推广信学 诶这位是我哥哥 hello 他也是我待会讲到说 然后我也就跟我哥哥一起 我哥哥刚好也就跟我讲说 台湾好像缺乏这种心理健康的这种APP 然后我们也发现到说 在台湾好像也是比较少 就是可能寥寥无几 就是有一两个 但是几乎全球都有这种正念冥想 或者是远距自伤的APP 但台湾却没有 然后之后我们就创立了 Couchspace 沙发心理 那这就是正式结合了这个 全球都风行 连就是大企业Google Facebook 或者是Apple TikTok 他们都在用了这个正念冥想的软体 或者是课程 然后再加上近年刚合法的这个 在台湾刚合法的远距心理智商的服务 就是总结是一款帮助大家放松 著名提升专注力的APP 那我请 我可以播一个影片 然后让政委看一下 因为我相信可能在社团平台上面 已经有基本的资料 有 那个我都看了 这影片是最近才刚拍 但是我还没翻成中文版 没问题 好 谢谢 那我分享一下画面 好 请问有看到我的问题吗 给他点清楚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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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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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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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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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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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说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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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